嗨,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呢,有两个中国人的死亡 一个是香港大二的学生 周执乐被港警杀害 一位呢,是长沙的一个9岁的男孩 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路人活活打死 其间呢,他大声呼救 但是周边呢 围观的群众很多 没有人帮助他 这两个孩子的死亡 突现了在中共暴政下 中国人的悲惨命运 周执乐同学呢,是被中共暴政的热暴力杀害的 长沙的这个孩子 是在中共暴政下的 中国人的冷暴力杀害的 中共的维稳啊 有一个手段,就是要构建 一个人人为敌 人人互害的社会 那么这样呢,民间就无法形成 核聚力,无法和中共抗衡 所以中共的司法 一向是惩罚 见义勇为的好人 惩罚正当防卫的行为 我们知道的呢,就有南京的彭宇案 还有红毛九案等等 这些都是好人被国家司法迫害的例子 在中国做好人的代价非常惨痛 不光是为民呼吁的政治异议人士受到司法的迫害 就是普通的善良人 他们的见义勇为,或者说正当防卫的行为 也受到司法的迫害 所以中国司法冤家错爱无数 有一种论调啊,就是说 现在中共固然不好 但是中国人只要在忍耐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等到中共的红三代,红四代 甚至红五代当政了呢 中共呢,就会缓和下来 那么这种论调呢,其实就是为中共维稳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共的罪恶,它是不会随着世代的更替而减弱的 也就是说中共它永远不会正常化 中共为了压制反抗 它绝对不会承认它以前对人民犯下的罪恶 它只有不停的制造血案 不停的杀人,不停的害人 邓小平他不会彻底的清算毛泽东 那江湖呢,就更不会否定邓小平 那么到习近平呢 他也不会否定他前面的党魁 所以他说嘛,后三十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 所以中共当政啊 他只会选择拥保他江山的接班人 最安全的就是红色后代 就是他们的自己的后人 所以中共手上的血债只会越来越多 他呢,也会越来越害怕历史的清算 所以中共对人民的暴政只会越来越严重 要想红银弹突然良心发现 那是圆木求鱼 有一个案子最近哈 有一个上亿的豪宅要被政府强拆 豪宅的主人呢 就说我可以把房子捐出来做公益事业用 但是最后还是被政府强拆了 那么我们记得中共当政初期的时候 他还打土豪分田地 贫苦的老百姓呢 多多少少呢 从有钱人那里拿到一些好处 但是现在的中共呢 为了彰显他的公权力的至高无上 不可被挑战 他是完完全全的占到所有人的对立面去了 那么中共在香港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手段 他们让港警越来越缠暴 就是要让港警双手沾满了香港人的鲜血 断绝港警和香港人民和解的这个可能性 而永远的为中共卖命 把香港放大就是整个中国 把中国缩小就是香港 所以中共不除 中国永远没有希望 中国人的命运永远悲惨 谢谢